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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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群蜀兽的首领 智慧极高 他们从开始就打算分兵包围 正面的蜀兽只是幌子 现在飞机没有办法长时间贴近地面 你们两个先挑上去 那您呢 基地使的未来就靠你们了 走 那我 卢哥前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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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实在太多 这样下去 前辈迟早会理解 不过来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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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輾氣終於來了 我去问问我队长 他们有没有回来 通过武者与军方的协力作战 江南基地市已平安度过 此次熟潮危机 然而人员伤亡十分惨重 这其中就有一名战神 在此次危机中陨落 据军方人员透露 战神陆刚先生 以自己为诱饵 吸引蜀巢围攻 为救援 人类在今后的场合中 始终面临各种毁灭的危险 武者就是这一线 生计的守护人 而我还是不够强 我的势力 我的势力还不够 人也不够 我怎么始终发出第二重恩戟 我怎么始终发出第二重恩戟 陆刚前辈用刀骑士轻柔 原来有这一层远固 以为追求钢王 就承受不住 超越身体素质的力量 也就无法产生 足够爆发力 爆发出来 爆发出来 这小子 竟然领受了九重雷刀 你可能已经打不过他了 应该早点除掉他 不用慌 我会找到强大帮手 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最后就会被接见 出口 哪里